被200亿成立的述发部 每年豪边13亿搞打炸国家队 不但在野党偷轰 打炸毫无成效 连续内部都气到当中跳脚 去年才这一套所谓 ZOV.TW这个系统 就已经被诈骗集团识破侵入 结果你们死性不敢 竟然又推一个什么 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 行政署在防骗宣导就说 这个网址啊ZOV.TW 不能相信 不到一年你今天又搞这个 所以我八个字送你 出发部了 装神弄鬼 屈指到名 你搞这个11你要搞多少钱 你光第一级的建制费 你就要花1200万 拜托诈骗集团 不用花一万块就把你破解了 我不晓得成立你们这个部在干什么 这么幼稚 被寻到出发部次长李怀仁 过去是苏珍常爱将 还担任过陈其迈的办公室主任 更曾被媒体抓包 掌控机关署记者会 甚至传出在网路带风向霸凌媒体 李怀仁还曾经在被询的时候 被立委指控打瞌睡 当时李怀仁说他是眼睛小 但是现在连民党自家人都对他容忍不了 做错的检讨反省 你们呢天之交子吗 我懒得到你回答了啦 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 你今天没打瞌睡 就已经奥弥陀佛了啦 时间暂停你回去 没打过瞌睡 没打过瞌睡 没说到的份啦 没打过瞌睡 你就是打过 我没看过这么恶劣的官员 那个主席时间暂停 我生气个三秒钟 晚一点把你打瞌睡的镜头 画面传给你啦 等一下我助理会传给你 你好好检讨反省 蔡英文爱将当部长 苏贞昌爱将当次长 连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的 打扎成效和官僚作风 在全国人民面前无法顿逃 这是黄军陈真台北报道